哈囉 歡迎大家收看科普打破醫美謬思 今天的題目兩個都有對不對 打破科普醫美謬思 好 今天這個題目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有興趣 像我們的搞笑妹妹 你現在已經變成YouTube裡面著名的搞笑藝人 我是被你欺負 居然有人在下面留言希望我多欺負他 這是不是一個很病態的社會 我會盡量滿足大家的需求 不過雖然文軒雖然我也搞不笑對不對 可是擺個嚴肅的表情 大家不覺得文軒眼睛很漂亮 小編好像不是很認同 就是說像文軒這樣漂亮的眼皮 漂亮的雙眼皮 不管你幾歲大家都喜歡 如果今天呢你20幾歲 你沒有雙眼皮 當然只好去做一個雙眼皮 可是有很多的人呢 他本來是有雙眼皮 他到一個年齡的時候 他的雙眼皮慢慢慢慢不見 那怎麼回事呢 第一個反應也是說 趕快再去做一個雙眼皮 雙眼皮沒了就做個雙眼皮嘛 真的是這樣嗎 今天就是要打破這個Muse 然後給大家新的這個醫學新知 其實呢 眼皮的下垂是分成三型的 為了方便大家能夠了解跟記憶 我們把它分成第一型呢 就是下壓型 第二型呢叫做皮多型 第三型叫做無力型 請大家記住這三型 你到底是哪一型 他的處理方式是不一樣的 那再開始講 為什麼我們眼皮下垂 分成這三型 我們要先講一下 關於眼部的這個解剖構造 可能看我之前影片 知道我對臉的構造比較熟悉 所以我常常到一些醫學會 國內 國外 台灣啊 大陸啊 或是一些海外的地方 去講一些一些臉部構造 或是示範一些東西 我儘量把它用大家容易理解的方式 講給大家聽 事實上我們的上眼皮 它是以我們這個雙眼皮的折痕 分成上半部跟下半部 我們來看一下皮多 我們來看一下文宣 來我們把這個鏡頭拉近一點 一直靠近他眼睛 我們看他有沒有眼屎 對啊有嗎 哈哈哈哈 大家仔細看喔 上半部的部分跟這裡有關 我在動這裡的時候 他只是折痕以上的部分會動 折痕以下的部分 並不會因為我的眉毛移動 而有任何的改變 再來我們再看喔 折痕以下的部分 來我們眼睛慢慢閉起來 慢慢張開 慢慢閉起來 你有發現一件事嗎 我們的眼球 他的張臂張臂 以這個折痕為界線 我們要張開眼睛的時候 就是這個折痕以下的 這個眼皮的部分 往上提起來 這張眼 往下掉下去叫做 閉眼 這個上半部跟 下半部呢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圖片 假設今天這個 雙眼皮的折痕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他的上半部 就是由這些 組織影響 然後他的下半部呢 影響他張臂張臂的 是由什麼東西來控制呢 由這一條肌肉 這條肌肉叫做 眼瞼肌 來影響 所以大家先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如果你本來都沒有雙眼皮 你封的雙眼皮是 很天經地義的 可是你本來有雙眼皮的人 後來你眼睛變小了 你很明顯感覺到他下垂了 我們要判斷你這個時候 到底是不是該做雙眼皮 還是要做額頭拉皮 還是要做眼瞼肌 要怎麼判斷 今天這一集就是要告訴大家這個重點 首先第一種形態 下壓型 什麼叫做下壓型 下壓型就是這個雙眼皮這個折痕以上的部位 往下下垂了 下垂了就蓋住了你的原本漂亮的眼睛 第二型叫做皮多型 什麼叫皮多型 皮多型就是指 折痕本身這一塊這個皮啊 太多 今天我要教大家怎麼分辨 基本上超過40歲以上的人 最常見都是下壓型為主 真正皮多型的 其實都是要年紀更大的人 他才會合併有皮多型 可是有趣的情況來了 我問你喔 下壓型該怎麼處理 上皮 從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嘛 他自己下壓了 那我當然要上皮嘛 皮多型他自己皮多 請問皮多該怎麼處理 減皮 對 所謂的減皮就是割雙眼皮的意思啊 把那個多的皮去掉 割一個新的雙眼皮 這個就是所謂的減皮 可是問題來了喔 很多人他是下壓 下壓的狀況下 你會不會覺得好像這個那樣皮 看起來很多 嗯 對不對 然後就會誤會說 欸那我是皮多 於是就去割雙眼皮 割完以後怎麼看怎麼怪 像這個 很明顯他的眼皮就垂了 對吧 你會覺得他是下壓 還是皮多 下壓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難分辨 因為 你說他是下壓 可是你又覺得這個量皮有點多 對不對 事實上呢 這個是下壓型 如果大家看過我之前的影片 你的髮型是下垂型 是肌肉型 還是凹陷型 我不是教過大家方法嗎 我今天教大家一個很簡單方法 一樣可以去分辨 我們眼皮這三型 很簡單 這動作非常簡單 你把你的眉毛這樣往上提一下 提完以後 我雙眼皮又跑出來 又重見天日了 他這個就是屬於早期的一個 下壓的狀況 如果你看到這樣眼皮很多人 第一個反應就是怎麼樣 就是割爽眼皮 就會造成悲劇 造成什麼樣的悲劇呢 這是某個名人 我們沒有任何政治的色彩 這是眉毛 這是睫毛 那你以為他是皮多型 於是你就在中間去掉一塊皮 就縫起來 結果眉毛跟睫毛變得更近了 你的下壓變得更嚴重 就像這位知名人士一樣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他還可能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第二個我們來看喔 你今天呢 把它當作皮多 就去剪了一個雙眼皮 割完以後 沒有錯 他的雙眼皮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文宣 文宣他的這個雙眼皮的折痕上面 哇上面很俐落很乾淨 薄薄的一層 但你們發現他的雙眼皮上面厚厚的一層皮 變得好像有一個肉條在上面 再比如說像這個照片也是一樣 不管他有沒有下壓 他就直接割了一個雙眼皮 割完以後有沒有發現 他的雙眼皮上面就有一個厚厚的肉條 很多人都以為 啊這個是術後的腫啊 啊怎麼腫了三年 還是有一條肉條在上面 對 你這個時候應該考慮的是 額頭這個地方往上拉 那額頭往上拉 到底要選擇哪一種方式 內視鏡 心室冠狀 8mm 還是複合式 這些要用哪一個 大家有興趣 歡迎去看我之前錄的影片 這應該是YouTube史上 最完整介紹 額頭往上拉的 這個眼皮往上拉的 各種素式 他的優點缺點的一個比較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哦 好 還有一個觀念 非常的重要 有很多很多人 會誤以為一件事 我的眼尾下垂 割雙眼皮 可以讓我的眼尾下垂改善 No 不會 割雙眼皮 你把這個地方的皮剪掉一些的結果 只會讓上方的地方更往下 所以割雙眼皮 非但不會讓你的眼尾下垂改善 還會讓你的下壓感變得更嚴重 好比如說我們看這個案例 當然他眼皮開始有些下垂的狀況 然後他的眼尾有明顯下垂 我們判斷出來他是下壓型 我們做一個上底 他原本的雙眼皮就跑出來了 看起來效果是更自然的 好我們再看這個案例 他就是屬於比較早期的這個眼皮 有一些下垂的狀況 我們來判斷 很明顯他是下壓型 這個時候我們做一個往上提升的時候 他的雙眼皮跑出來 他的眉尾也提升了 他整個看起來就有精神很多 這種狀況 如果你今天去割雙眼皮 割完那真的就BBQ了 你看 張醫師雖然老了 好吧張醫師 BBQ了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案例 你會瞬間以為 他做了一個新的雙眼皮 其實當然不是 因為很明顯 這個 我們如果用手去推 這個就是下壓型的表現 我們只要把他下壓的部分 做一個額頭的拉皮上提 那他就可以恢復以前年輕的一個雙眼皮 而且 超乎你想像 很多人都想說 額拉是一個很大的手術 至少對我們診所不是啊 因為這個手術我們做太多了 來問你一般額拉 我們大概幾天會拆線 一般是七天 七天就可以拆線對不對 對那一般恢復期大概多久 大概十天就差不多了 對一般其實 兩週以內你走在路上 人家就根本看不出來你有做過 他其實就非常自然 如果今天是割雙眼皮 其實你要到真的很自然 有時候甚至是要扮演 雙眼皮的恢復時間 比你想的時間要久 所以今天你自我診斷 對了 你不僅你做完效果是自然的 而且恢復期是快速的 很多人就會問啊 像醫師你說超過四十歲以上 大概百分之八十五呢 都是下壓型 那你的意思是說 就只要做額拉就好 都不用割雙眼皮了嗎 當然不是這樣的 因為還有剩下15%的人 他還合併有皮多型 什麼叫皮多 皮多就是指這個折痕上面 這個地方皮太多 這叫皮多型 我們怎麼判斷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如果皮多的人喔 他的雙眼皮折痕上這個地方 墜皮當然就很多 你這樣覺得墜皮多 就一定要割雙眼皮嗎 其實不是 你要做的應該還是要做上皮 你做完上皮這個動作 你還是有一些墜皮在上面的時候 他才代表他有合併皮多型 我今天花了好多時間在講 下壓型跟皮多型 那有很多的人問說 張醫師那第三型 無力型是什麼 來擺一個你想睡覺的樣子 這就是無力型 看起來很想睡覺 因為文軒他真的想睡了 上了一天的班 不要靠在我身上 我老婆會打我 好 張醫師我就算我今天一大早起床 大家都以為我沒有睡飽 怎麼回事 可是我明明很有精神啊 這個時候你就要考慮另外一個 我剛剛說有沒有 我們的雙眼皮折痕以下 有一條肌肉 叫做眼瞼肌 這個眼瞼肌 他其實是從我們眼眶股裡面一直延伸到我們這個睫毛這個地方 這雙眼皮折痕以下這個地方 提眼瞼肌收縮的時候就會來張開 就是把我們的這個折痕以下那個皮把它往上往上掀起來 就是掀開你的臉 但那個如果今天眼瞼肌呢 他沒有力的時候 來你的上眼皮就會慢慢慢慢掉下來 然後比起來 所以這個眼瞼肌他控制的呢就是關於折痕以下這段眼皮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人他發生什麼事 你會覺得他看起來好像很想睡的樣子 你看他的瞳孔被眼瞼蓋住了 怎麼判斷你是無力型呢 眼瞼肌無力的人 因為他眼瞼沒有辦法張開很大 所以他的眼瞼會蓋住瞳孔蓋住比較多 你的黑眼瞼被蓋住比較多就是所謂的無力型 眼瞼肌無力 那眼瞼肌無力怎麼處理 拉這裡有用嗎沒有用 單單割雙眼皮有用嗎沒有用 你要做的是把裡面的那個眼瞼肌 把它重新收緊 重新收緊之後呢 你的這個眼瞼才有辦法露出更多的瞳孔 看起來才會有神 眼瞼肌這個傷口在哪 我們做眼瞼肌的傷口有兩種 一種呢是在 就是在我們從我們雙眼鼻折痕這裡切一刀 一種呢就是從裡面做 就像我們眼袋外開跟內開一樣 眼瞼肌一樣 外開跟內開 所以很多人誤會一件事 很多人會把割雙眼皮跟眼瞼肌 會以為是同一個手術 其實它是不同的手術 它只是三口都在同一個位置 但是它是不同的手術 那個一般所謂的割雙眼皮就是處理皮多 剪個皮縫起來要結束 很簡單 如果是無力型的話 它同樣是在那個雙眼皮折的上面畫一刀 可是呢它不是剪個皮 它還要進去到很深的地方 把那個肌肉重新做處理 才有辦法讓你的瞳孔重新露出來 我們來看這個圖也是一樣 我們看這個圖 它的黑眼珠是不是也被這個眼皮蓋住了 它的瞳孔被蓋住了 那代表什麼 它有它是無力型 所以這個時候它要做的就是做眼剪劑 我們今天拉哩拉哩講了那麼多 我就是要告訴大家一件事 今天眼皮下垂 聽起來好不簡單喔 以前大家都覺得眼皮下垂管你的就是割雙眼皮 對嗎不對耶 大家覺得很奇怪 奇怪為什麼有人去割雙眼皮是好看的 有人割碗上面多了一個殘寶寶 有人割碗看起來更兇 因為這裡更垂看起來更兇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人眼皮下垂是不應該割雙眼皮的 不是說需不需要做是不應該 因為大部分人的眼皮下垂是下壓型 下壓型要做的是蛾拉 你這個時候如果把它當成皮多型去做 只會讓它更嚴重更糟更不自然 少部分的人呢在做完下壓的問題之後 他如果還有皮多的狀況才需要割雙眼皮 那另外有一些人呢 他是因為他的黑眼珠呢 這個瞳孔被蓋住 那他是屬於無力型 那這個時候他要做的就是要做到 要從這個眼皮 有分外開跟內開去處理這個更深的這個眼剪劑 講了這麼多 我就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不管今天是要整形還是要回春 先診斷再治療 不然很容易發生 沒笑才是最貴想做要找專業 是我們做什麼最重要 要安全而且有效 如果大家覺得今天的節目對你有幫助的話 也歡迎把我們的節目呢介紹給你的朋友 那你把我們節目呢介紹給你的朋友的話呢 跟我們小編說他會把我這本書的電子檔傳給你們 那我相信在你們的球眠 或是變年輕的路上也會有一個幫助 那如果大家對自己個人的問題 你有想要資訊我們或想問我們的 那你不方便在這個公開的場合上面詢問的話 歡迎大家私訊我們 這是我們的LINE跟WeChat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囉 大家掰掰 我們現在又到了這個最後的Q&A 今天Q&A比較特別喔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自我檢測時間 請大家拿起鏡子看一下自己的眼睛 這個鏡子有一點大 因為你臉比較大跟我不一樣 我拿給你照的 如果你今天有眼皮下垂的問題呢 要怎麼自我檢測 來我們要做上題 先確認你是不是有下壓的問題 如果你這樣上題可以改善那代表你是下壓型 如果你上題之後你還是有些多的醉皮 這個時候你才可能是皮多型 那如果你發現鏡中的自己 你的黑眼珠被蓋住了 那這個時候你就是有無力型 大家記住了嗎 今天到這裡掰掰 今天到這裡 今天到這裡 就要再準備一塊 用戶在這裡 我們看到它 我們要看 你回來 這裡 你會不會讓你 看到你的黑眼珠 就要把你打造成 那個黑眼珠 有些黑眼珠 是黑眼珠 有些黑眼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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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美的方式从仪器注射 微创到手术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一个只会注射的诊所 没法给你全面的处理 一个只强调手术的医师 也不能给你完全的建议 提供全方面的知识 打破商业化的谣言 选择最适合的建议